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韓運業衰落已久 今屆政府懊然不知 結業潮出現 為什麼失業率無暴升? 這樣也叫左階? 終於有單真正的正能量新聞 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 4月19日週五 我是永恩 報導真相 真邊的示範 需要勇氣 更需要你們的大力支持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Like、Share、多點留言和按一下Super Thanks 幫助我們一起撐下去 日前海外媒體報導指 國際航運界重整全球航線 香港恐失去國際航運中心地位 國際航運界研究機構Alphaliner 17號發布的最新數據 坐實了這個消息 數據顯示香港港口吞吐量跌至大11位 是有紀錄以來首次跌出十大 時評人李世文表示 上世紀90年代末 董建華政府已意識到這一危機 很奇怪延屆港府對這些一無所知 只懂得反駁 國際航運界研究機構Alphaliner公布 全球最繁忙的30個貨櫃港口的最新統計 香港跌出全球十大貨櫃港口之列 跌至大11位 上海、新加坡、琴寧波港、圍列三甲 杜拜亦取代香港晉身大十大 數據指 本港去年錄得港口吞吐量1434.2萬個標準箱 按年跌14.1% 並屬連續大七年下跌 並較2019年減少21.6% 上海吞吐量約4915.8萬個TEU 繼續圍列榜首 按年增3.9% 並較2019年增展13.5% 大二及大三圍分別為新加坡及寧波 分別錄得3901.3萬及3,530萬個TEU 按年分別增4.6%及5.8% 並較2019年分別增4.9%及28.2% 排大四支大九名分別為青島、深圳、廣州、南韓虎山、天津及美國洛杉磯、長灘 香港航運業衰落問題存在已久 時評人李世民分析指香港有一些先天地理上的限制 比如碼頭很難擴建 上世紀90年代末 政府有想過將碼頭由葵涌搬去南大嶼 但考慮到楼面等配套設施 發現投資太大 計過條數根本不值得 至於政府知不知香港在海運方面有這些限制? 李世民肯定表示 一定知 在董建華時代就已經知了 董建華自己就是做船務出身的 當年的政府已經考慮香港只是做物流、不做船務 但去年2024年 前幾屆政府各種政策上的考量 今屆政府似乎完全不知情 當人家通知你你終於跌出十大了 你就走去批評人家捏造事實 肆意攻擊、無中生有 李世民說 參考國際大城市 比如倫敦、紐約 他們在發展過程中會進行經濟轉型 紐約曾經是重要的港口 但整個城市已經轉型成為金融城市 雖然現在紐約的港口仍在運作 但由於成本太高已經慢慢被美國其他城市的港口取代 香港情況亦現 香港人工成本高過大陸 規模又不及大陸 加上大陸方面近年不斷擴建港口 大幼後來居上之勢 因此國際航運中心地位 被周邊城市取代屬意料之中 重要的是香港能否如倫敦、紐約 守住金融中心這些金七招牌 政府統計處18日發表的最新勞動人口統計數字 指失業率由2.9%上升至3% 工程、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業等行業的失業率 有相對明顯的升幅 有網民質疑 結業潮出現中為何失業率沒有暴升? 政府發表統計數字指 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 由2023年12月至2024年2月的2.9% 上升至2024年1月至3月的3% 就業不足率也由2023年12月至2024年2月的1% 上升至2024年1月至3月的1.1% 與2023年12月至2024年2月比較 在2024年1月至3月期間 差不多所有主要經濟行業的失業率 均見上升 其中地基及常改工程業、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業 以及專業及商用服務業 不包括清潔及同類活動 有相對明顯的升幅 就業不足率方面 上升主要建於零售業 政府指 至於香港總就業人數 由2023年12月至2024年2月的369萬4700人 下跌至2024年1月至3月的368萬8400人 減少約6300人 同期的總勞動人數 同期的總勞動人數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瀚認為 3%的失業率及11.17萬的失業人 仍屬於低水平 有網民質疑香港到處可見商鋪結業 明明結業潮出現中 為什麼失業率僅上升0.1%? 有留言分析指 因為移民潮其實都走了20至30萬勞動人口 現在還有少量青壯年人走著 所以很多公司出現請人難的情況 另一角度看20至30萬勞動人口消失 而整體的失業率從2.9%未升至3% 即是那20至30萬勞動人口的職位變相消失了 很多網民不相信政府數據 認為政府要營造幼稚及興的效果 為了國家安全在數據上造假大有可能 現在什麼數據都不准報導 阿水知道失業率多少嗎? 各失業率是政府公佈自己想想吧 還有留言說數據是政府抽揚訪文的結果 但失業標準不知 可能跟中國標準 知不知為什麼人家會說明就明不明就找黎明 而不見話不明去找黃耀明呀? 不知 或者由下面這件事裡面你可以找到答案 話說4月18日晚 歌手黃耀明填詞人周瑤輝 在深水埔合社舉行見面簽名會 又在場排隊的市民址 排隊期間竟然有4部警車到場 青鞋收到投訴現場有人阻街 其中警員要求記錄在場人士的個人資料 擾揚一番之後 警員才離開現場 據悉相關活動由香港文學生活館主辦 文學生活館早前原定在新蒲崗一間公廈 舉行文學貴壓軸展覽灰白則留言 但因接獲投訴而轉到深水埔合社 以非公開形式進行 28日就是活動的最後一天 壓軸活動就是黃耀明和周瑤輝的見面簽名會 誰知道這樣都說有人阻街 我好想知道Nana在大街上跳舞唱歌算不算阻街 又不見有警車去 還有說姜濤灣算不算阻街 我覺得四部警車阻街些 不知道的人見到出動四部警車這麼大陣仗 還以為是觸頭豪通緝犯 現在有人阻街還好洗過萬金油 香港連這麼小事都不能容納 難怪所有外國公司都離開香港 港府還想有投資者來香港發夢了 看來杜拜王子早走是有先見之明 用什麼大日在香港搞不成家族辦公室 做回正行做歌手 和粉絲搞見面會時被人投訴了街價 早兩期節目有個觀眾留言說 叫我們看多些真正的新聞少些發怒騷 觀眾的留言我們都會很重視 有職改資無職加冕 好了今天就跟大家報一則正能量新聞 大家不要誤會 是名副其實的正能量 大家都知道現在香港的餐飲業慘淡 而今屆DSE最近正如火如荼 有善心的餐廳老闆 又留意到自修室、Starbucks等地方 挫滿了溫習的學生,爆了無位 而自己家餐廳因為近日私道不景 經營狀況今日不知明日時 反正行時段極安靜 地方又大、大把位 於是決定免費開放場地 給學生溫習不止 另外還會免費送一杯飲品 及一份甜品給學生歌 想知道這間餐廳叫什麼名嗎? 就是位於灣仔 在春圓街春暉大廈的烏魯魯魯餐廳 烏魯魯十八日公佈 由職日開始 逢星期一至五 下午兩點半到五點半 免費開放與學生做自修室 餐廳負責人Ricky 在接受renews訪問時表示 他們的餐廳可以容納到近百人 最近食肆生意差得很緊要 Teatime零客那樣 同事錯在這裡沒東西做 反正這個時段我們是沒用的 不要浪費了它 介紹回我們地方很大 只是想陪你一起考試 負責人表示學生只要出時學生證 不一定是要應屆考生都可以來這裡溫習 不單可以免費進去 餐廳還會免費送一杯飲品及一份甜品 為什麼要這樣做?負責人說 因為你、你、你和我 都是留下來的人 那麼他們都要喝東西的? 那個cost不是很高 給點甜他們開心下都是一些心意 只在繼續和大家打氣 一起努力行將來的路 嘩,真是要豎起手指公讚下這個餐廳老闆才行 不少幫襯過ULULU餐廳的網友都紛紛留言、大讚 餐廳老闆真是好人,希望他用心做生意、用心幫助人 並希望大家多些支持,讓餐廳繼續幫助香港人 有網民稱,感謝店主及員工 曾吃過LUNGE,喜歡這裏的環境、食物及員工態度 感謝小店讓我留下美好記憶 另一個網友稱,環境真的不錯,地方夠大 這間餐廳飲食質素也不錯,而且份量很足,還要Pet Friendly很舒服 還有一個網友就說,偶爾就帶朋友上去吃,老闆真好人,食物質素也不錯 在這裡我也代表同學多謝這位這麼有善心的店主 好人有好報,祝老闆生意興隆,日日爆滿,豬龍入水 同時也希望同學努力加油,真香港人努力加油呀! 好了,今天的香港頭條就到這裡,多謝大家收看,明天見! 我們好看! 我們好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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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拍的過程,我們說到這裡! 我們好聽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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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